最近林俊杰的演唱会受到了热议 而原因竟然是他的演唱会期间有粉丝受伤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好的演唱会为什么有粉丝受伤呢 原来就在林俊杰举行演唱会的前期 有一位粉丝在排队买票时 被两位外国的男子用木棍合刀袭击 而这名粉丝的左手也受伤 虽然没有什么生命威胁 但是也受到粉丝的关注 其实粉丝受伤的事也时有发生 原因就是因为一些疯狂的粉丝和黄牛 这不仅导致有很多粉丝受伤 就连明星也受过伤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被私生犯和黄牛伤害过的明星和粉丝 就在曾经范丁冰拍摄挑战者联盟的时候 因为周围的粉丝聚集的比较多 道路也变得非常拥挤 这就导致了在周围的路口发生了车祸 而范冰冰也目睹了这个车祸 范冰冰是非常善良的 当得知受伤的是一个五岁孩子时 他暂时放弃了拍摄 亲自送小的男孩去医院 而男孩也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这件事就是因为粉丝数量太多 占据了各个路口才导致的 经过这件事 范冰冰也被网友们称赞是最美司机 范冰冰放下了自己的拍摄工作 不仅家小孩送到了医院 还及时的联系家长 这样的明星怎么会不活呢 大家怎么会不喜爱呢 王家尔曾经在公路上 就遭到了粉丝带来的伤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王家尔行车的途中 遭遇了私生犯的围路 而且私生犯的做法 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私生犯竟然过了几辆车 去主委王家尔的车 当时王家尔正在车的后座休息 被这忽然的震荡惊醒 而且他也扭伤了腰部 之后的下车也需要有助力搀扶 这就是因为粉丝推轻不当的后果 其实还有很多因为粉丝推轻 而带来的不好的结局 刘亦菲曾经被男粉丝扑倒 张博士也因为在演唱会 时被男粉丝在身后脑光而下的尖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